肺炎疫情严峻,各县市设置了社区筛检站 面对疫情升温,华联县政府严正依耐 县长徐正卫在卫生局长朱家强陪同之下 前往慈悸医院关心新设立的新兴传染病裁检站 亲自了解筛检过程,期盼在原有的户外裁检站基础上 可以有效来提升筛检量 新冠肺炎疫情严峻,各县市也加设社区筛检站 而花莲慈苑开设的新兴传染病裁检站 主要是提供有医疗需求,需要进入医院 且没有COVID-19感染症状的民众进行裁检 分别为民众被裁检的空间,以及医护人员作业区 县长徐正卫在卫生局长朱家强的陪同下 特地前往慈悸医院,关心新设立的新兴传染疾病裁检站 亲自了解筛检过程,期盼在原有的户外裁检站基础上 能有效提升筛检量能 就是我要进来筛检的话,我就是要拿出我的健保卡 然后插卡,之后他那边就会系统就会有挂号的资料 那前端的时候就会先筛选我是什么样的类别 那所以医师就会开单 县长呼吁所有县民应该多加注意自身身体状况 避免群聚,防范,疫情,人人有责 如有发烧,喉咙痛等医师症状,请尽速就医 共同为保护自己,保护家人,以及保护他人的健康而努力 记者刘明胜,花莲市采访报导